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关 讲到健康 中医常常说 养血就是养命 那人体的这个血液 占身体体重的十三分之一 如果你有65公斤 你的身体会有 5公斤的血液 更妙的是 人体的血管 据说凑在一起 会长达10万公里 绕行地球 可以绕行两圈以上 可是妙就妙在 实际上有很多慢性疾病 跟人体的健康的疾病 真的跟血液 还有心血管息息相关 那尤其有很多女孩子 这个长期的 这个饮食跟个人生活的体质 也有可能造成 贫血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很多观众朋友 刻板的印象 好像觉得补了铁质 就可以补血 真的是这样吗 待会这一节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文医生 大家好 再是心脏科的医生好朋友 袁明奇医生 嗨 大家好 再是副产科的医生好朋友 廖祺君医生 哈喽 大家好 再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王健宇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再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好 问一下刘医师 血液的健康真的跟我们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 比方说现代很多慢性病 其实都是心血管疾病 那再来很多女孩子 这个可能饮食 生活习惯 这个各式各样 或者先天女生 因为月经失血的关系 可能各式各样的症状 造成贫血 那实际上 人体的健康品质 跟血液的健康品质 这里头关联性是很大的 对 你想 我们常讲说 这个血液 可能就像一条河流 河流里面载很多船 这个船载很多客人 从这个甲地到乙地 这个血液里面 它就像我们河流一样 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的血液里面来讲 有很多的红血球 白血球 我们讲说这个血小板 都有它不同的功能 我们常讲这个人 如果说他是贫血 离很多营养氧气 带不到目的地去 所以长期当然 我们就会血虚 或者说我组织修复 出现问题等等问题 不过我们常讲说 血里面很重要 一个元素是铁 他们常问就是 铁是不是只有在血里面 其实我们跟大家介绍 一个很妙的意思 其实铁到处都有 我们会觉得说铁 好像是红血球 不是 当然最多的铁 出现的地方还是红血球 它占了60%到70%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常开玩笑说 你今天这个车子 要载一个人 你这个车子要发动 要载一个人过去 你如果说这个 没有坐垫的话 你没法坐 人就没法坐进去 这个铁就像这个里面 这个车子里面一个坐垫 就好像我们红球里面 需要这个铁 很重要 那事实上我们肝脏 跟脾胀里面 还有我们大概20%到30%的 这个铁子在里面 是动物类的肝脏都有 对不对 对对 当然 所以你看以前古时候 阿嬷年代吃猪肝 就觉得会补铁 那逻辑是对的 逻辑是同一个 对对对 因为我们讲 我们铁不是说 一直放在血里面 它要储存的地方 我们家里面 储存的一个 这个储存地方 它就放在肝跟皮 所以这里面负责储存 另外鸡肉里面很重要 我们鸡肉里面也是有铁 我们鸡肉里面来讲 鸡红蛋白 其实我们这个铁 在鸡红蛋里面 它也是跟我们氧气的运送 输送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你看到那个什么 红肉跟白肉 对 差别在哪边 红肉里面呢 它有鸡红蛋白比较多 铁率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常常讲 红肉就是跟这个鸡肉里面的 铁蛋白是有相关性的 占3到5person 那另外骨髓也很重要啊 我们知道我们造学 都要从骨髓里面去 那骨髓里面 也叫除铁蛋白 它一个形式 我们大概4person的 铁是放在骨髓里面 当这个人骨髓出问题了 譬如说吃的药物了 我们打了化疗了 骨髓被抑制了 造血就出现困难了 好 这个骨髓里面也是有铁 另外我们的血浆啊 就血里面 这个水的部分 在血浆里面 它有叫孕铁蛋白 这孕铁蛋白量非常少 0.1% 可不过相当重要 这个孕铁蛋白 就好像我带着这个铁到处跑 哪边需要说 把铁放哪边去 就好像我这个 这个油拆一样 如果说没有孕铁蛋白的话 我铁一定不能把它 输送到我要的目的里 也出问题 红铁还是最多嘛 不过这个讲案例 就是说有个工程师 一个男生嘛 你知道我们血历度 大概就13到14 它降到只有3到4而已 非常低 帮他剪了 帮他剪了 帮他奇怪了 搞不清楚 后来那医生突然讲 我帮你验个粪便 验粪便 他寄生虫感染 他就这个丝 我们就有种寄生虫感染 非常严重 结果那医生把他的打虫 要打了 打200多只的这个 这个沟虫打出来 就后来研究发现 他过去在那个花圃 赤脚去整理花圃 你知道那个 这种虫 它的幼虫是非常小 它会从皮肤钻进去 从血管跑进去 所以有时候 这个是特别案例 它就是一个 我们讲寄生虫感染 造成这个寄生虫塌的养分 所以造成严重的贫血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找那个贫血 这个血干要找半天 特殊案例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 会跌破眼睛的 那问一下王医师 这个贫血 是很多女生 怀于自己的状态 那这里头跟女孩子 特殊的生理结构 还有新陈代谢 还有饮食跟营养的摄取 都有关 其实刚才刘医师讲了说 其实贫血的症状 我们常说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都会 因为贫血 我们常说 我们这里面 如果没有血的话 我们的细胞里面 都没有养分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细胞里面 都没有养分 头发会掉头发 那脸色会苍白 指甲久的话 指甲那个形状也会改变 那给大家一个观念 那这边是一个 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症状 你又可能要考虑的事情 要很多 可是这些症状 我们常说 它是不典型的症状 第一个容易感觉到倦怠 然后甚至脸色会苍白 走路会喘会心悸 然后你有可能会掉头发 但是这种症状一来之后 我们先帮你做个抽血检查 可是麻烦的地方在这边 你抽血出来是贫血 还去找贫血的原因 因为贫血的原因 说实在有很多种 那如果真的是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 是属于缺铁性贫血的话 补铁才好笑 有些像孕妇都知道 孕妇怀孕期间也会缺血 为什么 因为血给小孩用了 对 他再过来 他有可能需要什么 他需要叶酸跟鼻舌 所以说我们在一个病人 因为贫血来找我们 我们去找那个原因之后 其实像刚才刘伯志就是讲的 其实有时候原因不一定找得到 我举个例子 我上上礼拜遇到个病人 他很好玩 他很早来 就是我们门诊都是下午 他可能一点半才开始 他可能十二点半就坐在那边了 他坐在那边一个女生 年纪很轻 可是你觉得他动作都很慢 就脸色都很苍白 一看就觉得 这个病人应该是贫血 而且算严重 所以我大概不到 一点钟就请他一进来 就把报告一拿出来 告诉我他的血容数 4.9 这么低 可是他这么4.9 这么一个年轻的女生 他会贫血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 他长期吃素 他都是吃素 因为他有一些因素 那这关 他的月经量很大 可是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前几年月经量很大的时候 他还会担心去看妇科 等到血已经流到 没有血可以流的时候 他月经量自动减少之后 他反而觉得很高兴 可是看到这个病人 他也不喘 他动作虽然很慢 但是还都OK 你说他头发也有点稀疏 可是他报告一拿给你看 他的贫血指数 4.9 他是属于 那个小球性的贫血 而且他很棒是 他帮你一抽血告诉你 他铁的项目 铁 那个 运铁 TIBC 全部都告诉你 他缺很多 他已经确定 他就是这个问题 可是问题是 他跟他讲说 你要补铁剂的时候 他问你一句话 医生 请问这是素的 还是荤的 很麻烦的事情 很麻烦 对 我们就是看这时候 你不要先管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可能去吃猪肝 你只能先吃铁剂 而且他这人本身 肠胃又不是很好 因为吸收能力不好 因为长期 贫血酒之后 他整个身体的功能都不好 一开始又不能吃太多 因为吃太多 他肠胃一定不舒服 所以只能先从一个礼拜 先吃 每天吃一颗 慢慢增加到两颗 这样才能把他问题所解决 所以说 其实缺铁这个课题 我们每天 每个礼拜都遇到 每个病人 都零零种种都不一样 所以像是那种 寄生虫感染的话 那真的是要医生的 有点智慧 才能够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到 真的 那问一下这个刘医师 刚刚讲到 这个铁 还是我们造血的原料之一 所以缺铁一定会贫血 那相对上 铁质的吸收 动物性的铁质来源 跟植物性的铁质来源 其实真的有差 对 提醒大家 不要自己去买铁剂 铁剂是在医生诊断的时候 给你开的 不要自己去捕乱捕铁 但是食物中的铁 我们有分动物性跟植物性 其实在动物性的铁来 好处它是吸收快 那植物性的好处是 它比较没有 它有什么胆固醇 其他的问题 我们先看看 如果以单位量来讲 当然这个每100克 那牛肉 当然是我们的原因是最爱的 这里面大概冠军 2.8毫克 我现在原因是不会贫血的 那那个羊肉2.7毫克 可是你看看 我们植物性的铁质 你看像植菜是56 非常高 黑芝麻也非常高 22 那另外像辅助红线菜 这个是我们知道植物性的铁 都非常棒的这些来源 不过有人我们一句话就说 那我吃植物性的铁 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是吸收不好 就一定会贫血 其实不见得 跟你量有关系 因为这马上我就想到 我自己的父母亲 他吃素 可是我帮他每年做健检 我父亲90岁 他从来不会贫血 他的血汁都13到14 我母亲也吃素 吃了40年了 他血汁大概11.5到12 不会说因为说 你吃这个素食就一定缺铁 但是重点是 你的这些植物的性的铁 里面的这些蔬菜 要吃的够多 你吃的不够多 或者说你维生C 摄取不够的话 他一样植物性铁 吸收不够也有问题 所以简单讲 我们讲动物性铁质 吸收非常好 但是呢 你也适量铁太多 对肝脏的负担 植物性的铁质 虽然吸收差 但是你维养够多 我吃文章C 可以出盈他的吸收 也是非常好的来源 那接着下 我们这个黄敬龙师傅 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普帖的好料理 这个师傅今天就要 运用这个紫菜 对紫菜 因为医生有讲过 他的铁子含量非常多 植物性 那我搭配的就是 另外就是 也是深海里面 铁子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是鲑鱼 鱼肉 对 其实一般像紫菜 大家都会烧那个 什么鲜柯 海鲜的 但是跟鱼肉也是 非常的搭配这样 好 我们师傅先稍微热一点油 那这个鱼肉直接切了 鱼片切块 直接切块就可以了 对 因为这个鱼肉 其实它本身 也不用再做什么调味 就直接把它放到锅子里面 好 所以你没有前置的腌制 直接要煎它 对 不用 这不用腌制 对 那再来就煎的时候呢 我旁边会搭配一些蔬菜 因为其实鱼肉 它熟的是非常的快 那这温度也不要太高 不要说非常热放下去 让它慢慢的去 做一个熟成的动作就可以了 雪球不够的时候 雪红素就不够 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缺氧的现象 心脏一缺氧 你就会产生心脚痛的情形 有的肌瘤虽然很小 比如说一两公分 但是它长在子宫的最深层 就最容易造成月经量非常的多 那旁边呢 一样这边我稍微放一点的蒜末 好 对 蒜末给它做一些爆香的一些东西 像香菇丝 这个香菇丝有调味吗 没有 都是泡水而已 都是爆香 对 做一个爆香料 然后像这个甜椒 这个椒类都可以放下来 因为主要是要调一个芝麻酱 那个芝麻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调味在这边 就我们待会儿的风味要调的是芝麻酱 刚刚刘一时也讲 黑芝麻其实也富含铁脂 就是如果你吃素的话 像黑芝麻 像紫菜 像刚刚讲红线菜都得多吃 是的 好 那我这边还有准备一些的甜豆 甜豆 蔬菜在里面 好 那这里用一个比较特别是龙须菜 对 因为其实带有这个芝麻酱里面的油脂会比较多 所以可以用一点像这个龙须菜 来跟它做一个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吃 对 所以你一方面旁边煎鱼块 对 你看一下 对 稍微有变色就可以了 可以翻面 就可以翻面了 对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鲑鱼吃起来 它的肉质味比较干 比较没有那个油脂 对 那其实就是可以用调味品的部分 来给它做一个搭配 对 好 好 而且鲑鱼有部位的差异嘛 这个部位是油脂比较少的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一般我们叫做赤生 就是生鱼片的那个部位 好 因为鲑鱼肚其实它本身油就很多了 对 对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一点像 像那个酱料的部分把它做一个烧的动作 好 那我这边的菜要先放下来 容须菜这个时候下去 对对 这时候就要先下去了 鲑鱼真的比较不会沾黏锅子 对对 因为大家都很怕煎鱼 那其实先用鲑鱼做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现在最主要就是要先来调这个酱了 先用的这个是我们芝麻酱的一种叫做麻仁酱 什么叫麻仁酱 麻仁酱它是把那个芝麻脱壳 脱壳 然后里面它的会比较细致 吃不到那个芝麻的一般的那个渣渣的口感 所以这个是没有调味 就是芝麻脱壳之后打成酱 对 完全没有调味 而且它也不用再用那个热水去化开了 就是芝麻 对 它是比较纯的一个芝麻 白芝麻 就是把外面的壳把它去掉 所以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个油耗味的部分 好 然后如果你要调稀一点 你就是慢慢的加水 然后打稀一点 然后这边就是用酱油糕来调整它的一个 咸度 对 刚刚那个是原味的芝麻 原味的 原味的 对 然后这个是白醋 加一点醋 然后大概这个也是一大匙的辣油 好 辣油可以跟着自己接受的程度调整 所以大概醋跟酱油糕的比例是很接近的 然后辣油自己再斟酌调整 是的 然后少量的糖 对 糖一小匙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这边先把这个整块调开 嗯 那这里呢 因为烧的话这个降下去的话 它会比较干 所以我们稍微要需要一些水 需要一点水 对 所以我们要让这一个芝麻酱 待会果腹到锅子内所有的食材 对 因为我要下去烧 所以这个水可以稍微 大概一碗的水量给它就可以了 好 所以再让它调稀一点 对对对 好 那这个其实这道菜真的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放进来 然后把这个酱汁把它倒进来 对 烧多久的时间 嗯 大概烧差不多两分钟 因为这鱼切分在里面不要太久 那在烧之前呢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把这个紫菜都要放进来 对 紫菜再把它放到里面来 嗯 那这样我说先把盖子把它盖起来 好 那我们稍谈到同时请教一下袁医师 哎 刚刚讲哦 其实人体的血管哦 包含微血管哦 加肿起来其实是长达10公里的 对 所以血液的这个组成 血液的品质跟血管内的状态哦 实际上跟我们的循环 跟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你就想想看哦 你不小心被东西割伤了 马上就出血 对 那就是个微血管破裂掉 嗯 只是它后来又修补起来了 嗯 所以你的血管是无所不在的 哪怕是流鼻血什么的 也都是小血管就破掉了 所以血管是无所不在的 你把它全部加起来 真的是非常长 非常长 非常长 那血管就是马路 血液要在里面走 所以每个血管一定要非常通臭 那么这血管里面还分动脉跟静脉 所以动脉要把营养带到身体的组织里面去 静脉要把脏东西像除鱼回到肾脏肝脏去代谢 重新再利用 血液就这样不停的去循环去转 这就是血液跟血管之间的关系 它一定要有个非常 马路一定要通畅 那么车子走的才会顺畅 所以它的健康影响的变数就很多 那我们刚刚讲贫血 贫血的人就等于马路上的车子也不够多了 对 就是不够多了 那它新陈代谢也会不通畅了 是的 我们就这样去想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有养分 这个养分就要靠血红素把它带过去 血红素一定要带过去 所以血红素不够的时候 血球不够的时候 血红素就不够 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缺氧的现象 缺氧现象最明显的反应就在心脏上面 我们最担心就是心脏 因为心脏一缺氧 你就会产生心脚痛的情形 你到脑部的血液不够 你脑就开始头昏脑脏 那只要血液不够 你大概就会觉得大概病人会呈现 刚才大家有一个脚板都已经看到 其实在临床上最容易看到就是失睡 因为血不够你就昏昏沉沉的 就好像在冬眠一样 你就很想睡觉 然后你就觉得很累很疲倦 然后你只要看一下 你一看大家就说哎呦 你非常苍白 对 尤其往下一按 整个都是白白的 这个大概就是非常典型的 在贫血的现象 那这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容易 一眼就看出来说 你这个人好像去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大家会笑说这个心肠科医师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一走进来 我们一看 糟糕 这个是贫血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问他会不会喘啊 是不是有贫血 这医师好神 对 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 那血液里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红血球嘛 所以刚刚这个刘医师提醒大家嘛 这个红血球的健康与否是 借有很多变数影响的 那缺铁性的贫血 最常发生的是因为缺铁 那就影响了红血球的这个状况 雪球的制造过程中 一定要有一个铁剂当中的成分 它还有其他很多成分在一起 但是铁是非常重要 让它可以生成一个健康的血球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身体上很多人的血球 就是奇奇怪怪的形状 那么正常的形状是一个像飞缩型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小飞碟那样的情形 它非常的漂亮在这个地方 非常漂亮的是一个飞缩型的情形 但是有些人的血球就长得像 真的像一个球状 有些人长得像一个椭圆形的形状 还有人叫镰刀形的形状 这种血球都叫做不健康的血球 我们血球本身也有生命的 它本从大概三天到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都有可能 那它要去世 要在我们皮上代谢 代谢之后再产生新的 源源不断的在制造 所以正常的血球它有它的好的生命 但这其他这种非健康的 球形的 椭圆形的 镰刀形的 这大概两三天内 甚至一下子就破掉了 一下就死掉 一下死掉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去吸带氧气 那就会造成贫血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些现象 那血球不停的破坏 这时候肝脏功能就会要负荷很大 因为它要清除垃圾 皮脏的功能就要工作很大 因为它要把这些东西给它排除出去 所以这些贫血的人同时合并就会有一些 这肝脾肿大的情形 它有些时候这些血球一进到皮脏的时候 它就自我进行一个破坏的现象 所以我的印象中 以前就有个小朋友 它本身十七八岁的时候 大概一直觉得很累很累 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后来它是要当兵的时候 去做兵役体检 就发现它竟然是一个 就是缩状型的一个这个血球 那这个血球就经常会造成 血球破坏 所以它的肝脏指数有上升了一点 皮脏有点肥大 然后血红素就一直拉不上去 结果如果平常真的从小到大 有按时去补一些铁剂 让它在制造的过程中 还可以多生成一点的话 也许它就还真的可以符合当兵的标准 但很遗憾的 它都没有注意到 那几次的测试都没有过 那反而就被退训了 那它就造成它很大的遗憾 那为什么退训 是因为你在一个同袍在战争的路上 你跑不动 你一跑就开始喘 或一跑反而会造成很多问题 所以他们后来考量还说 这样的人不但有危险 而且会产生很多问题 后来就让他退训 好那同一时间我们龙师傅 这一锅这个芝麻烧鮪鱼也烧好了 好我打开也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烧完之后 你会发觉它那个紫菜的香气 很香 都出来了 对那鮪鱼其实有这个芝麻酱在上面 其实它的味道啊 并不会吃得非常干涩 那最后呢就是起锅前 再把它加一些这个炒熟的这个芝麻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么就来上菜哦 我觉得龙哥做菜 其实有时候也让我蛮惊愿的 他今天把那个我们讲芝麻 这个弄进去 我们讲的芝麻里面 这个铁相当高有黑芝麻 而且芝麻里面 维生素一液非常够 维生素液来讲 对于我们这些自由基 引起的这个氧化 是有预防的效果 所以这非常聪明的做法 那问一下廖医师 很多女生的妇科的疾病 如果发现经血过多 那贫血的话 其实这个子宫肌瘤的案例 你们连床上也看很多 其实非常的多 因为妇产科 常常会接受各科的转诊 那大部分其他科医师 如果发现女性有贫血 那都会顺带问一下说 你每个月的月经的量 还算OK吗 那只要他们会觉得说 稍微有点多 通常都会转诊到妇产科 希望我们能够做 进一步的检查 那通常我们会先排个超音波 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长东西 比如说最常见的 就是肌瘤的问题 那肌瘤的问题 通常要看它长的位置大小 那再来判断 是不是跟这样的月经的情况 是有相关性的 有的肌瘤虽然很小 比如说一两公分 但是它长在子宫的最深层 就是靠近内膜腔的那个部分 那这样的肌瘤位置 就最容易造成月经量非常的多 那这样的状况 通常都是需要接受手术处理 像我们大概一两年前 有遇过那种也是血液科转诊过来的患者 那我们照超音波就是看到一个 大概两公分左右的肌瘤 那患者通常觉得说 两公分有需要处理吗 但是因为它很明显的症状是量多 那也有些女生 它无法评估它的量 那我们通常都是会建议患者 可以先看一下它卫生棉的状况 比如说平常日用型的 大概整个全满应该是20cc左右 如果一个月经周期到80cc整个量的话 那就算超过就算多了 所以我们会请他做一个简单的评估 那这个case他经过手术过后 把那个肌瘤拿掉之后 后来月经状况就改善了非常多 那因为它是长在最深层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内视镜的手术 就是等于肚子上根本也不会有伤口 从阴道进去 那这样子恢复的就非常快 那也有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那当然 比如说8到10公分 大到像怀孕那样子吗 大到像怀孕那种 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一定直接剖腹了啦 那如果是大概8到10公分那种肌瘤 那一般来说 通常为了手术的顺利 通常都会建议他开剖腹的方式 可是这个患者会很希望 他可以恢复的快一点 那他血红素 因为常常就是因为量多的关系 常常要跑急诊书写 血红素大概只有6点多这种 那跟他讨论之下就看他考虑 要不要先使用药物的治疗 让那个肌瘤缩小 缩小过后我们就可以用内视镜处理 恢复就会比较快 那再请教一下这个原因是 铁子的摄取也要刚刚好 过量会伤害心血管 也不要忘记 我们血液的循环是一个血管 血管里面80%是水分 水分以后在这个河流里面 再包括雪球什么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聚在一起 所以每一环都要顾到 他才会照顾到自己的身体很好 所以大家每次都想到说 糟糕我要吃铁剂 我要吃很多铁的东西 你吃了越多 但是你水分不够的话 那有些时候会过量的补 或过量造雪球的时候 反而会造成血液变得比较浓稠 血液变浓稠的话就麻烦了 如果你就是像我一样肥肥胖胖的 本身有胆固醇什么东西的话 那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你的血液就很容易凝固 那这时候我要去一个长途旅游 去长期坐在办公室 做酒 占酒的话 你就很容易造成静脉酸塞 台湾地中海型贫血的发生率 大概是6%到8% 那如果说有两个都有同一型的 下一代大概有1%的机会 他是有可能是 真的就罹患这样的疾病 很多的年轻的小姐 她因为譬如说子宫器流出血 她吃完东西之后 马上就喝杯茶 想要什么油切油的没有的 想要降低脂肪吸收 我印象中有一个妇女朋友 她是看了电视之后 什么都补 特别补 补了一大堆东西之后 她有一次坐飞机下来的时候 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经济伤症候数 那个脚整个就肿得很大 然后因为脚肿的时候 代表血栓塞在那个地方 等它一站起来一活动的时候 后浪一推前浪 那这个血栓就跑掉了 跑掉了后从脚的血栓 就损着下香静脉就跑到肺 就到肺栓塞 肺的血管一旦堵起来的时候 它就开始喘 喘得非常严重 这就是典型的静脉栓塞 变变成肺栓塞 那是非常紧急的状态 所以赶快送到医院后 那赶快给它打血栓溶解剂 最后是救回它一命了 但是我们总分析说 这个年纪怎么会得到 这样子的疾病 所以我们才告诉大家说 千万后来才知道 它是过量太补了 反正吃的也不错 生活本来就不错了 那吃的也不错 然后又听到这个 补这个补那个 然后又说 我要补铁补铁 吃了很多 所以我们还是告诉大家 其实铁剂事实上 在国际上是有个标准 真的有个标准 我们大概一般是看 在这19到50岁之间 大概一般人 大概是男性8个毫克 女性大概18个毫克 因为女性有时候 也会有月经来的问题 所以她真的就 可能需要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永远不要剂 88这个很难剂 取个中间值就好了 每天大概十几克的铁剂 就刚刚好了 所以你看看你的摄取 而且也不要天天 有些时候 你一个礼拜就像我一样 一个礼拜吃是牛肉牛排 很快乐 不用天天吃牛排 对对对对 它会均匀的释放 而且它会储存在你的肌肉里面 储存在你的肝脏里面 也是会储存在 对对对对 它是可以帮忙去 所以你不用很担心这样 但是最怕就是一直过量的补 过量的补 任何东西只要一过量 一时间 那就会出一点问题 那接下 阿方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分享大家 很多人补铁就吃牛排 对 那牛排自己煎有技巧 对 在家里面学一下煎牛排的技巧 然后可以吃得更健康 尤其温刀东西牛肉控 就是小孩子在的时候 我曾经冰箱那个位置 里面就没有牛肉 小孩会恐慌 然后他们自己会去煎 但是我有给孩子一个 比较好的正确 小孩会去玩牛排 比如说我今天带来的 两片我家的牛排 那你们有发现 在牛排 其实现在很多人 不管在网站上面标去超市买 家里面很容易有牛排 可是你知道我把旁边边缘 那些油的部分 修掉 我其实修掉了 那修掉的原因是 等会我们去煎的时候 比较不会吃到那么多的 属于动物性的油脂 那么高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在煎牛排的时候 相对烟也不会那么高 就不会那么满的油烟味 那等会后面 我们再搭配一些 这个食蔬 我来做变化 在家里面我也会这样变 好 那我们在家里面 你要煎牛排 用平底锅 或者是用平面的 像铸铁锅也都OK 那你要先 让锅子有热感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把火量稍微调中火 然后今天我有牛肉 我们要煎 基本上很多人 现在买的是 冷冻的牛排 那我会建议你 你一定要让它放在冷藏 慢慢地去解冻 然后整理干净 然后回到这个 比较常温 就是软的状态 才来煎 而且煎起来也会 比较汁性好吃 对 好 然后我现在在这里面 放回来两汤匙 一汤匙多的一个 植物性的油脂 然后我们把锅子 稍微怎样 摇一摇 润一润 然后就在油 不用很热 就是锅子已经热的状态 油还没有很热 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我们的牛肉往下摆 锅子要热 但是油并不一定 温度要拉到超高 对 好 然后这个时候 肉就可以往里头摆 对 而且你有发现 我往哪里摆 我往锅园来摆 对 不是中间 没有摆在正中心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我们温度 比较高的地方 是这个锅园 是锅园的地方 然后现在它开始在煎 牛排的第一面 那我今天这个牛排 是差不多两公分厚 那很好算 喜欢吃比较熟一点点 不是那么深的朋友 你就第一面 像我现在是两公分的牛排 我在家里面煎 就是大概两分到两分半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伙伴 帮我去看 看这个时间 我们今天煎它两分钟 好 如果两公分厚度 就两分到两分半 对 如果你买的那个 是比较薄的 大概只有一公分半左右的 那你就照一公分 就照煎一分半 然后煎的时间会看到什么 如果你有煎过牛排的人 你就会发现 那个底下的热力 它会随着 随着把那个肉 透过肉 就把肉里面的一个血水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 汤汁的部分 就会顶上来 所以你会开始看到 肉的表面上面 已经开始在呈现 那个汤水要顶上来了 那基本上顶上来之后 就表示这个热力 是完全可以穿透的 那我们不煎过熟 第一面不煎过熟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 旁边边缘可能比较薄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 它开始在顶上来了 现在我要等到这个中心点的地方 也稍微的 它可以呈现出来 基本上差不多两公分 就是两分钟 那如果三公分 有一些人买到很厚的 就是拉长 所以你的锅体一定要热 火力不要过大 有的人煎一个牛排 人家一开门进来 就在家里 好像火烧家里 都是油烟味这样子 好 立刻来翻 我们来看一下 哇 漂亮 然后再来这一片 我们袁医师好嗨 袁医师对着镜头 这个目不转睛的 叮着你的牛排 对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一片 现在连中心也顶上来 那再来这一面 一样的 也让它两分钟 所以如果三公分也是这样 一公分也是这样 那反而你时间越拉长 你的锅温都一样是要热 但是你的火源 就要拉的是越恒温 让它去煎煎煎煎煎 去传达到那个里面 那我刚刚都没有腌 任何的调味料 通常我就是在翻面之后 再煎这个两分钟的时候 来 你可以看到 我们开始 撒盐 对着它撒盐 所以翻面之后再来调味 对 不用事先腌 对 那胡椒也是 对 尤其是胡椒容易会烧焦 对 所以千万不要再没事 生牛肉还没下锅的时候 就先腌牛肉 就把胡椒给放进去了 所以胡椒跟盐都是后面在调 对 我是现在这样 不然它不容易漂亮 对 难怪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 我就把胡椒放在这上面 然后另外刚好这个动作做一做 基本上就是两分钟就差不多到了 对 然后我们在家煎牛排 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妈妈很急啊 小孩子在旁边等着吃 然后就放上桌 然后小孩子立刻端走 对 刀就切下去 可是那时候牛排整个里面都是热的 对 它会热压的关系 它就把所有的汤水 全部都流出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给它一点点的时间去做后熟 熟成的时间 好 现在两分钟 应该又要快到了 好 好 来 我们准备 我要把它翻过来 两分钟才要翻面 我另外一面还没有调味料 对 所以刚好我的胡椒是在这上面 我火关了之后 来 你可以看到我火关了 关火 好 然后这一面 来 我们拿上来之后 放着 我没有火了 对 可是因为锅子内有余温 对 一样的 好 很快速的黑胡椒 那现在那一面就有余温 是在煎那个胡椒的香味 对 可是也不会炒 会搭 好 所以同样的这一面的胡椒跟盐巴 在这个时候才调味 对 好 那放上来之后 请妈妈拿一个盘子 对 让它后手 拿起来 所以要静置让它后手 在哪一个 而且要 要盖起来 盖起来 为什么 这个意思在家里面吃牛排 就是跟那个 你在西餐厅 吃吃吃 它上面有没有盖一个铁帽 对 为什么 那个铁帽也是从锅子起来 它盖着铁帽 让温度现在是留在里面 它就在里面达到的是一个 没有过猛的火力 其实现在还在后手 这样你煎的牛排 等会它的熟度 才会很完整 对 吃起来是可口的 那随着你每个人爱吃的熟度 刚刚第二面 你就可以去控制你要的熟度 比如喜欢熟一点 你就多煎30秒 然后比较深一点的人 你就稍微的缩短一点点时间 那后手通常要花多久的时间 我通常会大概四五分钟 那四五分钟 我很建议在家里面 妈妈可以给孩子吃牛排 有一个观念 多吃一点蔬食 所以我很喜欢把牛排都煎好之后 等会来变化料理 所以我今天放了很多的菇 我们到锅子里面来干炒 好 所以我们干炒综合的菇 那方老师待会还准备了洋葱 对 也是等到菇炒好的时候 我的洋葱就放进来拌一下 然后等会我们来切牛肉 就把这些我们炒好的料 跟我们切的牛排拌在一起 我今天用红酒醋 用葡萄干 都有补铁的效果 好 红酒醋是传统的 有的时候我们吃那个 意大利料理的红酒醋的那一种 对 是 对 就是那个酒醋 它基本上也是葡萄酒 对 再去发酵成为醋的 好 你可以看到 刚刚很硬 很挺满大盆的满锅的一个菇菇 没有油的状态下 就这样干煸 把它大部分的水分去掉 这样换给我们就很棒的一个香味 然后再准备一点点的洋葱丝 我说我们在节目常常说 你不要吃什么加工品啊 什么香肠 那你要吃的话就配大蒜 那今天我一样的吃牛肉 在家里面 我们配一点洋葱丝 非常好 然后这个洋葱呢 刚好去生味 半生半熟 再点脆 对 好 然后呢 先把它放上来 好 我们把刚刚炒熟的 咕咕跟洋葱先取出来 然后热气让它 稍微的大热气跑掉 好 那我现在戴个手套 我们就可以来切牛排 我们的这一块牛排 它也厚熟到 对 刚好就是给它一点时间 那这个尤其这个是用在什么时候 就是用在妈妈 你把牛排拿来做菜 对 其实是很好用的 就是一家人可能只吃两片牛排 不要一个人吃两片牛排 对 不要一个人吃两大块 听到没有 这样才不会铁中毒 对 好 对 好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牛排拿出来 好 然后这一片你可以看到 它的水 你看看它就会剩水 它的水 它的肉汁会出来 对 然后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子之后 漂亮 它就是 漂亮 很粉嫩 对 应该先请袁医师 鉴定一下 看看这个 我的牛排煎这样子 是不是及格的 你要不要拿两个 一个盘子 我们先请 脸色已经很漂亮了 来 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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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那我们阿峰老师 现在这个牛排 拌上我们的咕咕 对 因为我今天这一片 它还是冷冻的牛排 只是是在冷藏后退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家里面 赞不绝口 OK 好吃 好吃吗 好 那都切好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 你如果需要一点盐 你可以再补一点点 然后补一点胡椒 因为刚刚我们的洋葱跟咕咕 是没有调味的 对 再来我们放一点点的 冷压的橄榄油 其实它是在这里面扮演的是香油的意思 再来呢 我今天先拌一拌 先拌匀 然后再来淋上了我们的红酒醋 放一点蒜头酥 妙了 红酒醋要搭蒜头酥 这就跟蒜片 意大利 橄榄油要遇到蒜头的 逻辑同一个 逻辑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现在它们在里面拌 都含有咕咕的热度 会给它厚熟 然后再来放一点点葡萄干 它会有甜味的来源 然后呢我今天呢 妈妈拌好的这个牛肉沙拉 我们就可以怎样 再跟我们的一个生菜搭配起来吃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这一道是非常好的补铁的食材 我们讲里面 其实阿芳老师也是蛮聪明 就是后来都加很多纤维 我觉得阿芳老师跟我们讲说 上了本节目之后 肉的东西都要加很多纤维 才对得起健康好生活 要变化 是对 那不过今天我们讲说 我们在补铁补铁 其实有些技巧 可以让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然食材当中 你的铁会增加比较多一些些 当然我们刚讲过 你不管是动物性或植物性的铁 都有铁 只要吸收率不太一样 不过我建议大家可以用1比1的方式 或者1比2 比如说动物性的铁一份 然后植物性的铁两份这个方式 当然你如果吃素食的话 可能大概这些后面 包括一些生绿色素的红线 要多一点点 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要补充C C绝对确实可以加速 我们这个植物性的铁的吸收 它会对这个二价铁 三价铁转换速度增快 吸收价值会增加一倍 另外呢 当然这个东西空腹服用铁剂 是在我们考虑吸收率的问题 不过我特别强调 很多人这空腹吃到铁剂 会肚子不舒服 他会觉得胃褶褶 胃不舒服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还是要特别小心 副中的问题 另外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东西还是降低铁的吸收 所以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你喝了茶叶 喝了Coffee 然后你这个又吃的这个食物当中 所以很多的年轻的小姐 她因为比如说子宫肌肉出血 她吃完东西之后 马上又喝杯茶 想要什么油切油的 没有的 想要降低脂肪的吸收 同时把铁吸收速率也下降了 所以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特别要注意 就是咖啡浓茶这类东西 你可能要小心一点 不要跟我们含铁这些食物同时用 那我们特别强调说 其实我们最容易碰到一些 大家有争议的 其实就是肿瘤病人 化放疗病人 他们常常会跟我们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红肉 一些告诉我们说会有疑虑 对跟肿瘤有关系 可是我做完化疗老师 一直有缺铁那怎么办 其实我跟大家讲 我碰过阿蒂斯这样 这个女生来讲她是吃素 她怎么样都不愿意吃一些肉 后来在我们谈的时候 她做化疗 每次化疗那个血液是 后面从12一直降 降到6 降到6的时候 血肿人可以不愿意帮她 再做任何的一个化疗 所以你这样不行 我跟她讨论说 你可能叫做我们讲 你再把它有疑虑 还是要勉强用一下 我请她每天都有一份的白肉 但是植物的蛋白 植物的蛋白还两份 有植物的铁 另外我请她一个礼拜 有一到两次的红肉 猪肉跟牛肉 我说你就当作必要之恶吧 她用这方式之后 她不需要天天天吃牛排 可是她的血液是从6 慢慢拉到8 拉到10 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在 这个红肉里面铁 善用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治疗过程当中 还是加分的 所以王医生要提醒大家 补铁要刚刚好 也不能补过量 其实一般的 在我们医生专业的监控之下 要补过量的机会比较少 那比较常见是 小朋友如果误食一些铁剂 我们都其实铁剂长得黑的 有时候小朋友来误食之后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成人所需要的量 基本上不会很多 大概10的单位左右 可是如果小朋友 你吃到大人的铁剂的话 他可能有一些状况 那这状况分作 叫急性的铁中毒 一般来说 它是属于胃肠道的刺激 那这种技巧告诉说 其实他本身会有些恶心呕吐 那基本上 如果小朋友只误食一颗的话 基本上他恶心呕吐的话 他如果吐出来 原来就没事 那基本上后面 会造成一些残味的问题 所以说因为铁这个东西 误食造成要去送急诊的案例 基本上不多 那一般来说 有可能就是说 你本身大人铁剂吃多了 刚才有提到说 它会造成很多沉淀的现象 那基本上你要定期抽血 我特别强调说 其实很多瘫的病人 我常讲 有时候比较容易假疼 闲道道 温道道 然后头晕吧 都以为是贫血 那基本上你要去找医生 不管是找家医科 或是妇产育生 测血 你有贫血 你需要补 然后补完之后 要定期回去追踪 很多人想说 其实来找医生 拿铁剂很麻烦 自己跑去买 其实买了之后 你可能会越补越多 所以说其实很多状况 就是你要让医生 了解你的状况 配我们医生 都可以把你问题处理得很好 妇产科医师是会很在意 这个怀孕的妈妈的 血液的健康状况 那有一些人 如果有特殊的 遗传性的疾病的话 实际上不只对妈妈有影响 对小孩的 这一个胎儿的发育 跟健康也都会有影响 孕妇来产检的时候 我们通常第一次产检 就会检查血液的部分 那主要是为了要筛选出 有没有地中海型贫血的孕妇 那其实台湾呢 地中海型贫血的发生率 大概是6%到8% 那如果说 太太有带这样的基因 我们就会去检验 先生有没有带这样的基因 假设今天如果夫妻 其中一方是海洋性贫血 但是先生没有 那就是下一代 大概就是有1%的机会是带员 那如果说 有两个都有同一型的 下一代大概有1%的机会 他是有可能是真的就罹患这样的疾病 那像我三月份的时候 才刚接生一对夫妻 他们两个就是都是海洋性贫血 他是乙型的 那因为他们是同一型 所以在怀孕的过程中 为了要筛选出那四分之一几率的小朋友 所以他们在 他其实之前流产很多次 那在好不容易怀孕之后 可以做产检查的时候就先做了 那结果发现那个小孩子是重症的 那个海洋性贫血 所以就只能做流产 那所以他们在下一次 因为不想要再等到10周 16周这样才能做检查 他们希望可以提早把健康的胚胎放进去 确认没有这样的基因 所以这个胚胎就能检查吗 对胚胎可以检查 但是这样必须要花一笔费用 先去做试管婴儿 因为试管婴儿他可能人工受孕 然后人工受孕之后 他就做基因的检测 然后基因的检测 如果发现这个胚胎本身就有残缺的话 对 那那个试管的人工胚胎 就不会植入母体 对就不会把它放进去 所以科技进步其实还是 可以帮助某一些人 规避某一些这一个风险 是因为很辛苦 熬到那个时间才能做检查 然后又得要接受到流产 这样的一个风险 好那节目最后 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铃 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补铁 如果大家在里面会觉得 头晕心悸脸色苍白 你们在镜子前面 把眼瞼翻下来 看看眼瞼 如果这个红色部分 越来越白的话 可能就是有贫血 这是请医生判断一下 要验血是哪一种贫血 千万不要自己撒户去买铁器 平常善用师傅的 这种健康的补铁的食材 我相信这是非常安全的 好 谢谢刘医师的叮铃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麦曲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一时间健康好生活暑假期间 要热活好礼抽奖大方送 还没有加入我们赞账号的粉丝朋友 欢迎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的赞账号 我们会有不定期的抽奖活动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謝謝